各位朋友大家好 网上的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给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 那么我们现在要学呢 就是华人圣经一年通 和斯托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 一同来学圣经 我就是王浩然 王浩然牧师 好 那么每次呢 我会大概五到七分钟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不好 那么这个呢 我这个圣经一年通呢 它的蓝本是这个 Throw the Bible through the ear 那么中文呢 有一个翻译 这个是圣经一年通啊 这是斯托德博士的 他这个著书呢 里面 陈安明牧师 他做的翻译 那么呢 我在每次讲这个 每讲一个的时候呢 那么呢 我会先把这个 斯托德博士啊 他写这个圣经一年通的时候啊 写他怎么介绍这个内容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 然后我来这个分享我的啊 对圣经的理解哈 好不好 那么这个第一讲啊 这是第一周啊 第二这个第一周 他讲的是创世 在创世里面呢 讲了这个七个内容 一天啊 是创 造主的主动 从空虚混沌到井然有序 从黑暗到光明 OK 清新的创世技术 神的形象 性 安息 讲了这么几个 七个内容 从这个礼拜天啊 星期天开始 他作为这个神创世的第一天 然后呢 还有六天 周一到周六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这第一讲呢 我们就讲造主的主动 这个怎么 这个经文是什么呢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 圣经的也是第一节了 就是说 七出神创造天地 这怎么讲呢 那圣经的头三个字啊 七出神啊 是全书不可或缺的引言 这三个字告诉我们 神不是我们人所能预测的 而我们也无法令神始料不及 因为他永远站在七出之处 一切的主啊 一切的主动全在于他 哎 创世当然是由神主动的 基督徒相信神创世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啊 只有神自己 七出只有神 唯独神是永恒的 创世纪一章的记载凸显了神是一切的中心 这个事实 当中几乎所有动词的主体 都是神自己 其中十次是神说 啊 七次是神看为美好 哎 然后我们无需在现代宇宙 天文物理和创世第一章之间 做出取舍 神从从没有啊 从没有叫圣经充当科学教科书 事实上 稍读创世纪 亦可以知 这是一首工整的而美丽的诗歌 有关创世的两个记载 科学的和诗意的都是真的 只是角度不同 互相 我回应 那么使徒信经说 我信 全能的父神 意思是 意思与其说是指神的全能 不如说是指神 同管着神所 神手所创造的一切 神既创造 也必伪系所造 神临在于世间 不断地支持 赋予生命 同管万有 一切气息都在神手中 神是天 太阳发光 也是雨水降下 喂养飞鸟 也装饰花朵 这是诗意的表达 但仍是真实的 故此 举行秋收感恩的礼拜堂 和小德 泄饭的信徒 都是明智的 常常承认 我们德于活命 万有德于坚力 权赖 这一位坚实 可靠的造物主 与维系者 实在是合意 又有益的 那么斯托德博士 在讲整个 《四十经经》一年通的时候 他把神的创造万物 这个做 它是一种主动的创造 那么这个做了一个强调 那既然是创造 它就不是被逼的 也不是自动的 是神 他有意识的 去主动去创造的 那理解这一点呢 对我们理解 整本圣经至关重要 所以犹太人 神启示他们 摩西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就是说 七出神造天地 那把这个天地万物的七始 是神从无造有 来创造 这个决定的宣告 就告诉了大家 对不对 那么呢 在这个神创造的时候呢 他是说 神说神说 那么神说 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 他说什么 有什么就有什么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创世呢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不需要通过 现在的天文学和物理学 来分析 到底神怎么来创造 在这个创造 这个我们是不需要 但是可以进行思考 那么他 这个斯多德博士 在写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使徒信经里 特别有一句话 他说 我信全能的父神 那么这句话 也是整所有的使徒 还有我们基督徒 所应该相信的 就是说 我们这位信的这位神 他是全能的 无所不能的 当然他也可以创造 他既然可以创造万物 也按他的形象和样式 后面会讲的 创造了生命 他也可以维系这个生命 所以现在的宇宙的存在 也在于神的维系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讲 造物主的主动 这一部分等容 希望你喜欢 再见 再见